论坛里面的话 那应该都会收到 我们上个礼拜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会在这里 每一次上个内容 我都会调列啦 所以每一次应该都蛮清楚的 而且一整个学习上完 就是一个完整的数位的 那个课程 所以 就算蛮完整的 所以你前面如果有些细节 假如没听懂的话 没关系啦 记得就是 多花一点时间 除了听之外 也要动手做啦 因为像VBA 我发现 同学有些即便会 但是不熟练啊 常常 望东望西的 可能要做 但是一下又忘了 那怎么办呢 要不就是看影片 要不就是 到云端上面 把云端上面的程式码 把它叫出来 OK 那当然你也不用强记啦 我是觉得你可以 把它当范本 因为之前的同学真的 大部分跟我讲说 一下要全部记熟 真的不容易啦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当范本 那 也许一次不会 一次不熟 两次不熟 也许多几次 也许慢慢就熟了嘛 慢慢就渐入家庆了 那再慢慢的话 你就会越来越熟练了 那这个当然需要时间 那当然你慢慢会懂得一些提高效率的方法 可以渐进的 慢慢慢慢感觉到 你工作效率提高 你就会多出一些时间 那即便上班有用到Essay 你也可以再练习 再练习 那切记就是尽量 不要走回头路啦 不要再突发练钢了 记得要提高效率 那这个部分呢 也是已经是时代的趋势了 因为未来 很多事情呢 当然一定 就是会有很多的 这种自动化流程 一定要设计出来 那谁要去做啦 当然你可能就是 就是需要去思考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上礼拜主要 大概几个重点嘛 包含就是 152 刮壶部分 然后我们一样录制聚集啦 啊有修改 修改那个聚集部分 所以录制聚集很重要 修改聚集一样重要 我们多了两个功能 一个好像是关闭提示吧 一个跳 一直跳 所以第二个的话 还要追踪最下面一列 因为你资料有针有减 那你要追踪的话 答案都会在 这个152的那个 参考解答里面 那将来如果你忘记 没有关系啦 云端上面都会有答案 那我的习惯是会把它放云端 以后如果忘记回去再参照一下 马上就可以恢复记忆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那个 我们讲到逻辑函数部分 那另外还有多重判断 那除了Excel 里面函数的应用之外 VBA怎么用 那我们也做了几个练习 还有呢 颜色 就是做格式设定的部分 有加颜色跟清除颜色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做出来效果类似长这样 就是成绩 ABC 清除吧 这个是资料部分 先把它清除格式 合格不合格嘛 然后ABCD清除 然后再来就是 除了ABCD之外 再加颜色的不同 我们有四种颜色啦 字的颜色啦 字的底色啦 框线啦 还有加粗体 然后另外把它清除掉 大概有这些 所以呢 以后如果说你要把资料呢 做不同的输出的话 那可以参考这个部分 做练习 那再来的话呢 今天延伸性的再讲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做完之后 他要输出报表的时候 发现怎么样 发现那个报表要列印的时候呢 需要框线 可是因为我们上课之前 没有讲到框线 所以他不会画框线 他就问我说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框线该怎么画比较简单 其实框线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嘛 就是一个物件叫Folder 加S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际上一个储存格 至少会有四条线 上下左右嘛 对不对 另外还有斜线 有没有 左斜右斜那个线也算 那当然这些线的话 你要把它画出来 那怎么画出来 我们大概demo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这个范围 我要设框线 那我要怎么画框线 基本上这个其实 这底下的这个参考 其实可以把它delete掉 这个可以不需要 因为这边等于多余的 然后把它那个跨栏之中拿掉好了 等于是把这个框线也把它取消掉 无框线 OK 那等于是把那个 假设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区块 就是A1到G7的范围 ziet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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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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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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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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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